第五讲 实践与剪辑 纪录片有多种意义 我们可以用它来观察生活 纪录工作 为弱势群体发出声音 纪录片的精髓在于 运用影像的语言 为历史和社会做出见证 当我们初步掌握了 一到四讲的基本知识之后 并在作业中获得了 自己新的感知之后 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题目 进行纪录片的实践 现在你就是导演 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的 只有在实践中 才能够学会拍摄纪录片 剪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后期制作 就是我们用拍摄到的素材 和手中的资料 讲一个生活中的故事 呈现人们生存的环境 他们的精神状态 在一般的情况下 剪辑的步骤是这样的 第一 首先看一下自己拍摄的素材 进行一下详细的记录 记录拍到的场景 重要的对话 采访和空镜头 第二 明确你所拍摄的纪录片 要讲述的故事 也要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素材 设想片子的开头与结尾 这很重要 然后再根据素材 进行中间部分的安排 把事件和场景分几大块进行结构 第三 先进行纸上的编辑 也就是说在纸上画出思路 根据矛盾的焦点 设想片子的悬念 看哪些镜头更有表现力 更能反映出主人公的生活状态 然后到编辑机上实践出来 我个人建议 作为一个独立的纪录片导演 应该既是导演 又是拍摄者 又是编辑者 因为通过这样的实践 可以更快地掌握纪录片内在的美学关系 在电影的剪辑中 有一些通常的模式 这里我们简单介绍几种 一是动接动 也就是一个运动的画面 接另一个运动的画面 第二是静接静 就是一个静止的画面 接另外一个静止的画面 这样的衔接 可以造成一种视觉思维上的光滑感 不会让观众产生一种 画面上的迟滞和不协调 第三 同意意象的画面相连接 比如行云接流水 第四 同意精神状态的影像的连接 如江水 洗浴 飞机 另外 相同的简洁 在不同的音乐中 也会造成完全不同的感受 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下实验 记录片的生命力 不仅在于它的风格和形式 记录片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 它就肩负着 记录社会生活的一种责任 当普通的人 也有机会拿起摄像机时 他们就有了对公共生活发言的权利 而他们的影像记录 也就会成为公共价值和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我们作为NGO的工作者 应该让摄影机服务于我们工作的社区和弱势人群 以上我们只讲了 纪录片入门的一些基础概念 在当今的社会 有很多人第一次拿起摄像机 他们就拍出了震撼人心的作品 我们预祝大家拍出自己有力量的作品 字幕志愿者 Sexualベスト θε辑 清 про 我 月 木